我們有請Hermit師傅教我們如何開啟蠔 會開得最美麗的 有些過程或準備 我們一定要記住 一定要準備冰水 因為香港人的廚房或溫度 食蠔片比較高 有20-30度 食蠔最好的溫度是零次師傅 如果我們將蠔放在冰水中 泡一泡 大概泡10分鐘 其實蠔就會比較冷 而且很冷的時候 肌肉會收縮 吃下去也會比較甜 OK 如果在雪櫃 雪櫃有4度 剛剛沒有出來可以嗎 都可以的 但我們始終建議你先泡冰水 因為冰水 我們通常會加一點鹽 其實蠔殼面很多時候會有蟲 有蠔在 其實大家也不用覺得很特別 蠔的分別不大 但如果你浸完冰水之後 蠔殼的蟲會很冷 就會沉到水底 也是清洗蠔的過程 你先泡冰水就不要像人們不懂 就開大水口 噴 是不行的 是不好的 因為我們的室溫大概20多度 或者水 會令蠔突然暖了 那蠔的蠔就會放鬆 吃下去就會口感好 好像浸溫泉一樣 是的 我們贊成的 冰水就是冰和加一點鹽 將蠔泡一泡 甚至5至10分鐘 是的 第二件事 就是準備一隻碟 我們多數會建議 碟上鋪上一點點冰 或者水冰在裡面 因為它現在不同 我們現在開完三隻 就要馬上吃 很開心很快 就要吃完 但是很多時候 香港人就會 我們開了一整盤蠔 準備一班朋友 可能我第一隻 和最後那隻 如果要得多的 可能是20分鐘而已 嗯 整隻蠔就變成解凍了 它明明是0至4度 開完之後拿出來 是的 但是你放到20度才吃 那些人就會覺得 怎麼好像很腥的 所以不一樣 是的 已經完全不同了 很影響到它的新鮮情 所以如果一群朋友開派對 你們要記得 就是拿個碟 或者我們喜歡玩石子鬥 是的 要鋪一層冰在上面 是的 然後開完才放上去 是的 這是一個第一個步驟 沒錯 就會保持到那個好 新鮮情感 是的 還有最好吃 是的 還有剛才我們在 我們在Final之前 我們應該還有時間要等它 是的 是的 還有你講到飲食方面 你說如果果汁配合 就是因為太甜 是的 那始終我也有些朋友 是真的 不能喝咖啡 因為覺得晚上喝咖啡 會睡不著 又喝不到酒 可能有些人都會 有酒才敏感 那如果檸檬水 可以嗎 都可以的 Sparking Water 哦 最好就是有氣的水 為什麼一定要有氣呢 因為有氣的水 它都能夠清潔到你口腔的味蕾 OK 而你味蕾敏感 吃了 都會感覺鮮味 是的 你會感覺到 其實你喝Sparking Water 特別多口水會分泌出來 其實就是等於清潔到你口腔的味蕾 那就是巴黎水 是 Perrier 無辣都可以的 是的 如果真的大家都喝不到酒 或者喝不到咖啡 那我其實真的不可以的 就可以試試試喝Sparking Water 即是我們的Pairrier 或者其他品牌的Sparking Water 都可以的 那就可以避免了 你和我說有很新鮮味 是的 那我們不如停停 開完之後放 是的 開完之後放到的 即是可能 自己說一斗冰 我問你可能放一些碎冰 可以 可以 最好就是怎樣 如果放一些菜 或一些草在上面放 就這樣就可以嗎 我們少會這樣做 哦 因為想直接滾冰 通常我們會放少許檸檬 咦 檸檬回來了 是的 這樣會裝飾 其實你想加一些顏色 那第二件事就是 很多人吃蠔就會選擇一款 例如我喜歡吃Girato 或者我喜歡吃White Angel 他就會只吃White Angel 和Girato 其實我們很不建議這樣去做 哦 即是可以混合和配合 是的 就是一班朋友喝酒 Wide Tasting 通常你會選幾支不同的酒 你才會吃到不同的層次 是的 就不會只吃一款 好 如果是真的有層次去吃 應該第一輪 可能 頭盤 頭一輪的層 應該吃一些淡厚的食物 為什麼 其實我們很簡單 基本上在看價錢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因為事實上是 為什麼一隻蠔會定價比較貴呢 就是它的層次 或者After taste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它就比較貴 所以它就比較貴 很多餐廳 有一些餐廳 它就吃法不同的 它建議你澳洲蠔吃最味 因為它的海水味很重 很鹹 所以它就建議你吃最味 而其實我們找過一些 supplier 或者跟我們的生蠔生產商去聊 其實它有一個After taste 越來 就越最美食了 那就是說 澳洲蠔的After taste 反而不算太多 對 咸完就沒有了 但是法國蠔可能吃了很鹹 吃了很鹹 但After taste很甜 層次感 所以我們會選擇法國蠔食味 法國蠔食味 可能澳洲蠔食頭 美國蠔食中間 美國蠔一定是最頭的 最頭 因為是吃蠔creamy很大塊的質感 而不是吃那個味道 大粒 他們說有一種日本甜的蠔 蠔本蠔都是食頭的 食頭的 因為它的甜味很快就會消失 那為什麼我會說價錢去定 因為一隻蠔買的貴不貴 就好說它的aftertaste耐不貴 要做到aftertaste耐不貴 其實是慢單的 所以基本上成本會高一點 如果aftertaste會高一點 就像Bellon那些 它的成本一定會貴 就是一分之一分之一分 對 所以你說跟價錢吃什麼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錯 所以跟價錢買 就是頭盤、頭輪、中斷和尾斷 跟價錢買就沒有了 是的 我們現在可以準備開號了 我們浸了50分鐘的冰水 準備了冰冰 有些很需要去準備 記住記住 一定要是厚的毛巾 厚的毛巾 原因呢 手套和豪刀 豪刀 很多時候朋友開號 他一戴了手套 就忘記了用毛巾 哦 那怎樣呢 你這樣插下去 其實真的會插進去 是的 入浴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一條 口毛巾去保護 就像這條毛巾 我這麼大力 你看到速度 其實不會有事的 是 開號的時候 最重要是用口毛巾 完全覆蓋自己的手 其實是一定開到的 好像開奶粉罐一樣開的 但是你開得到 不代表你不受傷了 我們很建議 最重要是安全 有手套之外 一定要用口毛巾去保護自己的手 是的 這樣就吃得開心很多了 安全 好 我現在示範一下 試一下 好 我們把蠔放在這裡 記住 毛巾 由頭到尾 都要完全覆蓋自己的手 好 覆蓋自己的手 是的 然後我們就這樣 扶著它 哦 扶著它 那是尖尖這個呢 我們叫蠔尾 嗯 我們就 多些做抹蠔刀的習慣 嗯 因為很多時候 人們說吃到有蠔水 就是師傅 小抹蠔刀 這樣就貼了一些水在這裡 哦 就是飄圓地抹下去了 是的 OK 我們這個尾尾 是 就是這個位置 尾尾 這樣用力 是 就是這樣壓下去 是 壓下去先 什麼叫遺之突呢 是 這樣就基本上都OK的 哦 總之可以扔得起它了 是的 OK 然後就按穴 都是穴完全覆蓋著野獸 用一個槓桿原理 向下按 哦 這樣就撥一聲打開 其實就開一個奶粉罐一樣的 開新鮮的奶粉罐 未開過的奶粉罐 是的 然後 現在就有蠔 其實有肌肉 有肌肉 是黏著上殼和下殼的 你開了之後就加一戒它 哦 OK 是貼著最高的 就是這樣貼著最高的位置 這樣插下去 哦 最高的位置 OK OK 哇 這樣就可以做一隻 新鮮的生蠔 哦 好漂亮 好漂亮 其實這隻都一般的 是嗎 已經好漂亮了 好漂亮 我過分用力 就令到它那個 受到少傷害 受到少傷害 是的 其實如果開得真漂亮 是完全不會有傷害的 OK 我們就剛剛放了蠔刀 是 我們就放在冰面 是 因為我們香港很多時候 是招呼朋友 大家都一起吃 是 我們就要加上這個下面的帶子位 哦 這個就是那個 黏著上殼和下殼的肌肉 哦 這個帶子位其實是最最最好吃的 哦 我也很同意 所以吃的時候 很多人以為那個帶子位是不能吃的 又或者 有些 外面的開號師傅 是 他因為要靚 是 因為一切了這個帶子位 很快就會死 是 他因為要靚 所以 或者你來到我們公司都會 是 如果我們開完會 我們都不會割下面的帶子位 因為整隻蠔會掉出來 是 所以 記得自己割下面的帶子位 即是要吃的時候就割下來 是的 哦 首先要有蠔的毛巾 然後就捉住蠔 我記得的步驟 然後用刀就押到屁股 那我又開了 最重要是清潔那把刀 是 那些很大力 不要緊 一下就開了 其實 不是大家想像這樣 那麼難開的 真的不是那麼難開 不是需要很 很 很 很誇張 那種 又要撬又要鏟又要劈 又要劈 又要劈又要劈 又要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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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蠔刀有沒有說 怎樣選擇 這隻也漂亮 這隻會漂亮一點 這隻也挺漂亮的 怎樣的蠔刀是比較容易開的 其實 我們這把蠔刀是自己設計 是危險一點的 亦都是容易開很多的 因為它是尖 所以它很容易就可以在這個位置 放進去 噢 你可以試一試 這個 其實蠔刀就是這樣 從這裡 從這裡 一攝 放進去 透過槓桿 原來一撬 這樣一撬 撬開了一個殼 然後我們就要 攝一撬一撬 把帶子的位置 黏著上面這樣掃 這樣就開了 噢 這樣也挺好 是 我建議你們先吃這兩隻 好 你想吃哪隻 有水那隻 有水那隻 還是沒有水那隻 我喜歡 多一點水 那好吧 我吃沒有水那隻 試一下 其實你只要這隻放久一點 它就會有很多水 是嗎 要放的 不要的 不需要的 其實蠔的水分是在肉裏 但是基於我們是否開了它 其實它是受了傷 它受了傷 之後它就會出水 嗯 是 你會吃到其實很豐富的海水 在這裡 這個不算太鹹 它有點甜 是 它很快有種甜味 是 其實三秒鐘左右 我就覺得 營養位 因為它就會出些甜味 是 它本身比我平時吃法國好 我自己比較 因為我那些鬼妹來 我吃開一些比較 蘇格蘭那邊 是 那些黏著石頭那種好 是 它其實海水比較鹹 是 是 還有它那種 好像你的aftertaste 要鮮甜 creamy那種感覺 其實真的吃下去 過了一層海水 你要喝那一層鹹 是 才出來 是 這隻有些不同 吃下去的時候 你可能真的那一下 你會覺得喝一口海水 但是又不算太鹹那種的海水 很快就會覺得 這隻很甜 很好 很好 很QQ 很Q彈台灣食 很Q彈台灣食 很Q彈的感覺 即是 跟我平時吃開的有些不同 對 和我們是爽口的 爽口是有些Q彈的感覺 對 對 小貝想不想我拍著你吃 要了 見到你一流口水 我流口水 到你流口水了 OK 小貝 我又過你了 對 真的 剛剛我們已經聞到 是不是很好吃 其實見到 聞到海水的香味 其實是很清的 是 但是 真的很吸引 那蠔呢 為什麼是一些 吹情的作用 其實就是這種香味 我們會經常和你們吃開 如果你是 例如我們在這裡吃 如果你在外面門口進來 你會聞到很香的香水味 是離遠都聞得到 是香水的味道 而這種味道 如果是吹情的作用 我會覺得很香 就是新鮮的生蠔和香水是沒有分別 為什麼我會突然發覺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開蠔班 我每一次出入 我都聞到 為什麼有一種香水的味道 誰塗香水 我很想知道香水很香 在哪裡買的 但是我發覺每一次開蠔班 都有這個香水的味道 OK 我才知道原來不是香水的味道 是蠔的一種味道 哦 好 我現在試一下 你了 試一下 其實很肥美 是啊 好棒 說不出話了 已經吃到說不出話了 不是要享受Hard Spin嗎 是嗎 因為剛才那種 其實它入口 都有一些職用的感覺 就是你 咦 那種就已經 咦 那種就很喜歡 是啊 這個不算太鹹 那顆大紙真的很香 其實真的會叫 會叫 因為其實每一個國家有什麼食號 都有不同的要求 我們真的拿到很大量的調查 找回我們的客戶 去調教一個適合香港人的口味 特別是爽口 就是大陸發言 讚這件好 主要是讚口感 大牙很特別 爽口度 是的 是從外面有些不同鮮的 之後才會覺得味道都很特別 每一個國家 可能美國人不喜歡吃這些蠔 他喜歡吃的很奶油 法國人不喜歡吃大隻蠔 他喜歡吃小隻蠔 每一個地方都有不同的要求 我們就要向外做這隻蠔 因為這隻蠔其實是爽口的 第一口其實是海水味鮮的 是海水的鹹味鮮 但它不是由頭鹹到尾 它去到中間開始甜味就走出來 而且那顆大紙真的是很鮮甜 你一邊咬它的時候就越來越甜 整件事其實是有層次 有海水味慢慢轉變 口感其實是屬於爽口一點 我自己本身都喜歡吃偏頑爽口一點的蠔 我creamy我就一般的 最好就是很爽脆 但通常爽口的蠔 有時它就未必很做海水味 可能又甜一點 我都ok 但它這隻其實是很平衡的 所以我一吃就不明白 為什麼這隻是適合香港人的口感 是 因為我自己就是很喜歡這種味道 還有那個after taste structure 是 到現在還有一種蠔味在那裡 一般來說吃生蠔是要慢慢吃的 你才感覺到不同的蠔 不同的after taste不同的層次 每一種蠔都有過性 紅酒應該是便宜的 等於吃生蠔應該是便宜的 所以就習慣了那個手勢 一來就來一打才行 但當然我也是喜歡吃得多的 但我覺得是可以慢慢去分享 可以拉長蠔吃紅的時間 其實應該是這樣吃的 真的很棒 好現在的小輩就試試開壺 其實我在家都開過一下 但通常都開得不太美 還有剛才師傅也說過原來要浸冰水 我平時就很少說浸冰水 可能因為這樣那個口感都會差一點 差一點 好現在試一試 拿上來 我反正正然見到要開了 給你 淡一點我吃了 我開了 好 好 接著就是其實是這樣包著 對嗎 對 對 是 但我會 雙手是這樣的 對 按著它 即是會很巧合夾著它 那這邊呢 就在屁股的端端上 握很多我們會這樣握的 不會 很少說這樣握 因為這樣握就沒有了力量 我們會這樣 因為這隻手指有力量 嗯 用食指 推下去這樣 食指 在這個位置 然後手指在這裡 然後這樣推下去 對 因為這個位置比較高 所以會比較高 所以會比較高 還是有點懶惰 向前推 向前推 對 左右 然後之後 對 其實我看到 屁股位其實就在 這個位置 好像有少少眉目 對 有一個位置 等待開完再再給大家看細節 其實你是在找一個小小的洞 讓Data 可以滑得到一個 對 對 對 就是開紅的技巧 噢 其實也是很難 其實因為這個位置 很高 所以會很難開 避免不了力 我好像感覺到它有一點 黏住 我看到就很想幫人開 因為通常幫人開就被人罵 學生來的 我要自己開 我要自己來 主要是因為這裡太高 會不會坐上來開 或是站在這裡會容易開很多 好了 坐高了 坐高了會不會好一點 其實站在這裡會很容易 因為站在這裡可以 站在椅子的位置 這樣 高了那麼多 這樣 用力量下去 是否很厲害 咦咦 入了 是那個手感問題 其實應該夠入了 看到現在 入了 接著就開始左右 是一個槓桿 向下開奶粉盤 怎麼拍去 向下 我看是向下的 然後就 找它的大指位 非常之好 你記得嗎 很難得到 因為吃的時候 就不會有 這個蠔 即是少一點 少一點 這個蠔殼 這麼難開 完全是因為 不皺手 其實蠔應該是 由上面 向下 一些 好像我剛剛說 這隻蠔最特別 其實是在 有少許能量 所以它的殼裡面 就是蠔身是很白的 但是在這些位置 它是會帶一些泥在這裡 都不定 但是那些泥非常非常幼 不會影響到你的口感 基本上你可能看到顏色 但是吃不到 OK 它看得很漂亮 看得很漂亮 開完之後 我們就會掃一下 這些蠔殼 這樣就掃出來 對 這些蠔殼 這樣就可以了 戴上下面的帶子位 你就可以吃了 嗯 戴帶子位 我們通常就是 有這裡 就是像拿著一個杯 嗯 用手指借力 這樣戴下去 那不要這樣刺 因為剛剛我看到你 我會怕你刺到自己的手 對 但是你進了 向外面推 就不會剩下這些 而且會漂亮一點 對 這樣 這樣 對 對 我的手指工程度 比較出一點 OK 可以借力推到阿浩那裡 嗯 嗯 對 這樣會更容易介意 好 是 那我就 完成了 完成了 耶 可以 通常自己開就好吃一點 是 喂 這個 為什麼是小輩開號 不是女王開號 是女王等吃 你能看到 其實你剛剛怎麼開不了 這個角度 我們一般來說就是 有45度 是 這樣押落這個位置 嗯 為什麼你剛剛開不了 就是 你不斷都是 平了 平了 所以就是那個角度問題 對 其實我們經常都要找 為什麼叫左右位上下去試 其實這裡永遠有個洞位 我們就是進這裡 如果你剛剛那個高度 就是永遠都鎖住這裡 嗯 你永遠都找不到那個洞位 對 所以是這樣轉轉轉 然後就是向下 向下叫 其實是 如果最容易就是 就是 拿著一隻蠔這樣 一個槓桿原來 這裡是支點 一壓 那它就可以 就差一點 但是你剛剛其實就是在這個位置去 然後呢 你就推上去 也都叫得起 就沒夠力了 這樣就不是開奶粉罐 所以就比較吃力一點 嗯 好 小貝怎麼樣上院堂 好 你會不會想著回家 有沒有買一單 然後 就是這樣開 對 然後在Rekka一起吃 哈哈 都可以的 我們又聖誕 對 又聖誕 不用一單半單夠了 是嗎 我們可以慢慢的 對 慢慢的 就是我和你 好 好 今天多謝Hummy師傅 謝謝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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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